从云顶天宫顺利拖出之后 吴邪和苏醒后的三叔进行了一次长谈 吴邪了解到在二十年前海底古墓里发生的三叔没有透露的隐情 关于谢连环的神秘死亡 以及背后牵涉到战国国书 和老长沙的恩怨也礼出了端倪 请听盗墓笔记之《蛇找鬼城》 作者 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第七集 看着棺材上的孔洞 三叔就想 如果现在把东西摸出来 那明天就不用下来了 虽然洞里全是尿 但是盗墓的什么恶心的东西没见过 况且还是自己的 就算拉屎进去 他照样也敢把手伸进去摸 一方面是盗墓贼特有的贪欲 一方面却是对这个洞的恐惧 三叔在那里天人交战 但是很快 谈贪欲就赢了 胆子不大也不敢来干这一行 三叔对自己说 他娘的就堵上一把再说吧 想着他站起来爬到了棺材上 对棺材败了败 撸起袖子一咬牙一闭眼 先将手就伸进了那个棺材孔之内 向下摸去 可手一入棺材孔一寸 里面的温度传上来 三叔就后悔了 当年传说的张延诚 那不是靠运气的 那靠的是手指上的真功夫 如今自己就这么贸贸然的将手伸进去 这他娘的实在是太莽撞的事情 他想缩回来 但回头一看 就见谢连环在下面 目瞪口呆的看着他 这时候回不得脸来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摸 单手探动 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 手越往里伸 他的心跳就越快 然后手指越麻 表面上 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其实最后 他的手碰到尸体的时候 后背都湿透了 伸在里面的手指 抖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这种经历可以想象 我听的时候 都感觉到浑身发抖 就算是找一只普通的箱子 挖个洞 让人把手伸进去 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何况是一具棺材呢 三叔摸到尸体之后 按了几下 发现手指黏乎乎的 头皮就越发的麻起来 凭手感 那应该是古尸的嘴 摸了几下 他只感觉那应该是一具发黑发肿的尸体 怪异的张着嘴 姿态似乎和棺材上的铜人一模一样 不过摸不清楚细节 让他感觉到十分不安的是 他摸到火折子正吊在古尸的嘴巴里 还烫得很 他心说 这也真是作孽 随即咬牙把手指往里叹 他先是把火折子拨到了一边之后 又摸到一块坚硬的圆环状的东西 鸭的是鸭舌头的玉饼 三叔心里窃喜 有了 这东西烧不坏 他一下子捏住 就想把那东西从洞里边夹出来 可是才勾了一下 三叔就感觉不对 这玉饼的重量惊人 提起了半分就提不动了 再用力 就感觉整块铁棍轻微的一阵 却有了一阵 沉重的发锈的金属拖动声 从脚底下传了上来 三叔的脸色顿时大变 心说 糟糕了 是个机关 转瞬之间 那机关搅动之声 就从棺材的底部 一路传动了出去 没等三叔反应过来 就听他们出水方向的黑暗处 光荡一声 似乎有什么沉重的东西 掉进了来时他们看到的巨大铁缸之内 在封闭的空间内 这一下声音极响 震得他心都挫了起来 三叔忙将手抽了出来 也顾不得污秽了 往身上一擦 就转动手电 向那铁缸的方向照去 心说糟糕了 这里不比地上 如果有落石 压重木道 或者木顶灌起黄沙 还有时间可以反打道洞出去 这里是海底的珊瑚礁盘内 一旦有任何机关将他们困住 那是必死无生 连办法都不用想 直接挑自己尘尸的位置就可以了 一边的谢连环也吓了一跳 因为震动是从棺材里传递出去的 他以为棺材会有异变 一下子退出去很远 虽然三叔已经见谢连环恨之入骨 恨不得一刀切了他 但到底是自己的亲戚 也不能放着任由他乱跑啊 就喝住了谢连环 让他别动 自己跳下了铁关 小心翼翼的往那铁缸处靠去 想看到底这机关触动了什么 什么东西掉到缸里去了 铁缸离他不到二十步 很快他就来到了铁缸的一边 此时已经听不到机关运行的机械声了 似乎机关运行已经停止了 三叔咽着唾沫 往铁缸的上方一照 发现铁缸之上的墓室顶上设有翻板 这在我们叫鬼踏空 墓室顶上这样的机关内 往往放置着极其重的乱石 一旦触发重物砸下来 一下子就能把人砸成肉饼子 如今从上面掉下来的 却不是巨石 而是两条巨大的铁链 一直垂到了铁缸之内 三叔一看愣了 心说这是什么机关呢 好像并不是用来防范盗墓贼的那种陷阱 那触动机关的地方 在棺果里 东西掉入这铁缸之内 咋不死人呢 这掉下来的会是什么呢 想到这墓室中不符合常理的地方 三叔心中就更加的疑惑了 他定了定神 掏出匕首咬住 爬到了铁缸之上 小心翼翼的顺着铁链往下看去 一看 他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躺在了铁缸的底部 仔细一看 发现那是两只有黑的鬼爪一样的琵琶锁 锁着一具骨骸 肢体和铁链条纠结在了一起 手脚都断了 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殉葬的奴隶 骨骸极其的魁梧 身着破烂不堪的青铜铃甲 头骨骑 那琵琶锁正锁着骸骨的锁骨 一条锁骨已经断裂 另一条却还牢牢地挂在上面 三叔大是惊讶 心里琢磨 用琵琶锁穿着锁骨 这是一种古代的酷刑啊 用来限制犯人的自由 古代武功高强之人一般的锁锯困不住它 就会使用锁骨的方式紧固 锁骨穿孔之后极其脆弱 一旦过度用力就会骨折 锁骨之所以称为锁骨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骨骸已经腐烂殆尽 连骨头都起了死鳞了 似乎一碰就会碎裂 三叔用手电仔细照去 看到这骨骸头骨的形状 异于常人 不说头骨的大小啊 其长度就比普通人的长了一倍 三叔说不出像什么 直觉的是一只大个的香妖 这古墓之内竟然困有 这样一副奇怪的骸骨 当真是离奇到了极点了 看墓室的结构 显然骨骸早就掉在墓顶之上 一碰棺材内的机关 这具骸骨就会陡然掉下 当真巧妙啊 可这到底是危了什么呢 如果是防盗的机关 可不虽然可不 却没有杀伤力啊 能够来到这海底牧师之人 难道会给死人骨头吓走吗 而这吊着的骸骨 显然不是普通尸体啊 又到底是什么呢 三叔想象力极其匮乏 心中骇然之际更是没有什么头绪 不过脑子却转得很快 刹那间他想到 这骨骸如此骇人 难不成是尸变了的宗子 铁链有顽口粗气 且带着琵琶锁 显然锁着的东西 生前力大无穷 早就听闻苗江有能人 在阴地养小鬼和走尸 难不成这里的牧主 用琵琶锁 锁着一具已经尸变的尸体 用来当探门狗吗 骨骸已经腐烂殆尽 就算确实是粽子 也已经搓骨扬灰啊 不足为据 三叔心中好奇 他胆子也算大 为了仔细观球 就爬上了铁缸 一边还招呼谢连环 过来把这东西也拍下来 他回去好问问 谢连环却没有回应他 三叔自然不在意 就往缸内爬去 不料铁缸的内部 粘着一层 从木顶上飘下来的灰尘 他湿的脚踩去 突然划了一下 整个人在钢壁上 打了个圈 一下子就摔到了 骨头堆里去了 那骨头本来就已经粉碎 刚才掉下来的时候 又散了架了 如今一撞之下 更是几乎变成了碎片 三叔赶紧手忙脚乱的作证 端好手电去照 就看到自己 正摔在骨骸的怀里 畸形的头骨就垂在他的脑袋边上 被他撞得碎裂的 露出了里面的炉腔 一大团好比风潮一样的东西 就粘在炉腔的内部 上面全是一颗一颗好比珍珠一样的虫卵 这些虫卵粘在炉腔的内部 颜色是红异色的 一颗一颗密密麻麻 细看之下非常的恶气 犹如风潮中的风卵一般 三叔不弱常人 此时也不害怕 反而更加起了兴趣 就爬起身来仔细去看 虫卵在手电的照射下 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半透明状 三叔用匕首碰了碰 硬如甲壳 似乎已经干透了 他心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东西的炉腔里 竟然有这么多的虫卵 难道这些是寄生虫 骨尸体内有寄生虫 那倒也说得过去 楼兰古尸身上经常发现 不过一般的寄生虫 都是在五脏六腑里 怎么会在炉腔里出现虫卵呢 而且把卵缠满了炉腔 这是什么虫子 这也太厉害了吧 三叔当时科学知识方面 是十分匮乏的 在文化方面 大多也是和文锦学的一些 用来撑面子的东西 说到虫子或者古代的虫子 他的脑海里出现的 同样是毛虫之类的形象 他想着还推断着 这种虫子寄生的时候 肯定寄主已经死了 否则脑袋里长虫子 恐怕会疼死掉 这也许是石斧昆虫的卵 这可是个大发现 三叔心说 他记起文锦和他讲的 对于考古发现的非物质价值 在考古中 如果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古籍 或者风俗以及墓葬痕迹 都属于重大发现 这种发现对于三叔来讲 当然狗屁不是 但是对于整个考古界来说 意味着巨大的名声和地位 那是名流青史的东西 他自己对于这个东西 一点兴趣也没有 不过当时他在热恋之中 一下子就想到了文锦了 心说要是这东西给了文锦 这丫头也许会觉得有用 而且又不值钱 放在这里也没用 想着他就掏出了一个牛皮带 那是潜水时打捞东西用的袋子 底下有可以塞住的孔 出水的时候水会流出去 三叔将孔关闭 就将那头骨摘了下来 连同其他一些碎骨头都塞了进去 鼓鼓囊当就背到了自己身上 做完之后爬出了铁缸 去找谢连环 此时经过两次惊吓 他已经毛了 贪欲也下霉了 这棺材他也不敢碰了 这个牧师他娘的太邪门了 他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 如果谢连环东西拍完了 他们应该立即退出去 此时他也忘记了 谢连环氧气瓶里氧气不够的事情 如果他还记得 他就应该知道 出去这个事情已经不好办了 然而等他爬出铁缸 回到同仁铁关面前的时候 一下子就发现了不对 第一 他看不到谢连环 他不在原来的位置 手电扫了一圈也没有 第二 谢连环的手电掉在了地上 罩着一边的壁画 正在忽明忽暗地闪烁 三叔只愣了不到一秒 汗就出来了 因为这种场景 他看的太多了 在古墓里 只要一有人出事 手电肯定掉到地上 以往加喇嘛的时候 栽的人多了 所以他一看着手电掉在地上 心里就一下崩紧了 难道谢连环在自己到缸里去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情 触动了什么机关了吗 刚才没听到什么声响啊 不过自己在缸里 的确也没有注意外面发生了什么 什么叫经验呢 这就是经验了 如果是我呀 肯定会跑过去 把手电捡起来 然后叫几声 然而三叔已经确定出事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他再次翻出了匕首 整个人开始进入了一种状态 往铁关的方向走去 去找谢连环在什么地方 他进铁缸的时间不长 谢连环如果中招 也应该倒在铁关附近 小心翼翼 但是迅速的他绕到了铁关之后 果然他一下子就看到了 谢连环倒在了铁关的后面 全缩成了一团 一动也不动 三叔用手电招了招他的脸 没有反应 又扫了一圈 没有发现边上有什么异物 奇怪啊 好像没有机关触动的痕迹 他怎么就倒下了呢 三叔有点诧异 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动静 他就快步上前 将谢连环扶了起来 谢连环已经失去了知觉 死沉死沉的 身上都瘫了 三叔一搭脖子 发现他没死 再一摸他的几个要害 就发现他的后脑勺滚他 翻手一看 全是血 我靠 三叔一下子就懵了 三叔一下子就懵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家伙看上去竟然像是给人打晕了 可是这里是古墓之内呀 没有任何古墓的机关设计 是将人打晕的呀 粽子也不可能这么好心 只是把你打晕了 能打晕人的只有另外一个人呢 想着三叔忽然感觉一股极度的寒意 他忙转头看向四周的黑暗 心说 不会吧 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 三叔一想到这点 虽然不敢相信 但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他放下谢连环 迅速地看了一圈四周 扫过一圈之后 什么都没有看到 安静的墓室里什么都没有 而手电昏黄的光线 扫过墓室的墙壁 一股莫名的寒意 就侵入到了三叔的五脏六腑之内 三叔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作为从小就在地下玩耍的人来说 死人并不可怕 因为死人只是物体 虽然有危害 但是他不会来暗酸别人 然而活人就不同了 三叔一想到 这墓室里边可能有第三个人在 一下子就害怕起来 谢连环这一下后脑的重击 可大可小 现在我们看 无论什么电视剧电影 想要一个人晕倒 只要拿什么东西 在他后脑上敲一下就好了 实际上三叔这种人知道 你把一个人敲昏的力度 和把人敲死的力度是相同的 你一下敲下去 对方是死是活 完全是看运气 而你稍微敲轻一点 最多把人敲迷糊了几秒 真正不把人敲死 而敲晕的方法 是敲人的厚脖子 会功夫的人连敲也不用 只要用手捏一下人 就晕了 所以谢连环这一下挨的 情况到底怎么样 他也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如果是人打的 对方这一下下去 显然是下了杀手的 摔揪是绝对摔不到这么重的 摔死也是内出现 头皮绝不会破成这样 但是怎么可能会有第三个人在这里呢 如果说这里是陆地上的古墓 那碰到个把熟人虽然不常见 但也是说的同的事情 可是这里是海地呀 难道正巧有另外的人也知道 这里潜了进来吗 不可能啊 这样的可能性也太低了 三叔脑子转得很快 一下子他就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他娘的 难道是自己和谢连环下水的时候 给船上的人看到了 有人跟着他们下来了 现在一想 这倒是绝对有可能的 这附近不太可能有别的船了 而自己抓住谢连环的时候 的确闹腾了一下 难道当时有人给吵醒了 没叫他们 反而一路尾随过来了 一路过去海上漆黑一片 海黑海黑的 那就是一片混沌啊 什么也看不清楚的黑暗 如果有人跟踪 绝迹是发现不了的 况且两个人只顾赶路 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事啊 说实话 三叔当时对于那一批考古队 是不当一回事的 他想的就是给发现了 文锦也能给他忙过去 那批人就算再怀疑 也不能怎么样 所以他和谢连环下水的时候 并没有太过在意 会不会有人知道 但是实在没想到 会有人偷偷就跟了下来 会是哪个呢 考古队里的人大部分他都认识啊 虽然说有几个陌生面孔 但是他平日里看人也颇准 除了谢连环之外 应该无人可疑啊 如果是船夫的话呢 倒也有这种可能 难道说自己下水给船夫看到了 有船夫好奇跟了出来吗 不过到这里来必然要有潜水器械 那几个船夫有勇厉害 但是潜水器械这种东西 应该不会操作呀 这么说来 应该还是考古队里面的人 那是哪个呢 三叔也想不出来 心里就说 不管如何吧 他要是偶然跟来 此时应该就叫出声来交涉 如果不出声 还下了这么重的手 打晕了谢连环 刚才没有听到任何的大叫 应该是偷袭呀 那肯定是有问题呀 等我先支住他 再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物 这些思绪是如闪电 一般从三叔脑子里闪过的 一想到这一点 他就把手电关了 四周一下就按了下来 光线只剩下谢连环内战 摇摆不定的手电 然后他就矮身趴到地上 向边上滚去